我们这场座谈呢 着重在消费型产业的品牌的翻转力 那我们跟各位呢 请到的除了 我们刚才两位致辞 还有专题演讲的贵宾之外呢 还有三位不同的企业的代表 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 台经院的周辖力 周处长请您 来 麻烦您再度上台 好 第二位呢 是美食大人85度C的 邱志宏副总经理 麻烦您 请您上台 好 第三位是 乔山健康科技的徐淑英总监 麻烦您 好 这下来是 华广生技的中协训执行副总 有请 好 最后呢 我们邀请到是 刚才给各位做了专题演讲 那我让他休息超过八秒钟的 Twitter的蓝伟伦蓝总监 请您再度的上台 有请 好 请坐 各位贵宾请坐 请坐 好 那刚才上台的时候呢 我跟各位做的介绍 基本上呢是先请几位贵宾上台 那我们上台之后呢 我再请大家呢 稍微给各位呢 挥挥手 自个意 那各位就可以 如果要捕捉 个人的拍摄的角度的话 这时候就是一个机会了 我们来照这个顺序 那坐在舞台 各位的最靠右手边的呢 第一位就是台经院的 周霞丽 周处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跟各位介绍的是 这几年我想品牌的 知名度非常的大 而且扩及到了全球 真的就是品牌 走向全球的 巴蜀杜西的 邱志宏副总经理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下面这一位呢 也是代表他们的产业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在亚洲 在全球 亚洲第一 全球第三大的 乔山健康科技的 徐淑英总监 谢谢您 好 再下来是 各位也看到了 非常成功地发展出 高品质的这个雪塘仪 成功地向国际 来推销他们的产品 建立了台湾的标签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黄广生技的 中协训执行副总 你好 好 那坐我旁边的 就是推特的 蓝伟伦 蓝总监 谢谢您 再次谢谢 好 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下午的 焦点的对谈了 这场对谈 因为整个的主题 非常清楚 是放在消费型 产业的品牌的翻转力 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 就先请乔山健康科技 亚洲区的零售行销总监 徐书英 徐总监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们是如何在健康的 器材的推广上面 运用一个无线网路的科技 然后来达成更大的 更好的 跟这个数学化年代做结合 同时能够很清楚地 准确地掌握 消费者的心声跟讯息 我们先请总监 大家好 我是乔山健康科技 负责亚洲零售的徐淑英 那其实我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能够透过就是 进一步贡源局品牌小组 那在这个场合 能够跟各位先进来做一个 我们乔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在 不管是刚刚主持人提的是说 在品牌创新 或者是我们在品牌经营上头 那事实上来讲 我想乔山从1975年 创立到现在 其实我们经历了 40年的这个过程 那40年过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其实走过 按照一般传产来说 我们基本上 其实我们走过了三个过程 第一个当然就是 所谓的OEM代工 再来到了所谓的ODM 那接下来在1996年 我们事实上就进入 OBM的这个过程 那最早我们会踏入品牌的 一个最主要的 当然我们同样是面临到 市场的一个挑战 当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 崛起的时候 在96年的时候 乔山事实上就已经开始 发现到说 当我们优势不在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的路 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那所以在当时 我们其实在最早 乔山的这个整个运作的这个 在我们的品牌架构的当中来说 最早事实上 在96年 我们品牌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在美国 那即便到现在 那在乔山的事业体制当中 最主要分为商用跟家用 以目前商用 我们的几个品牌的 这个维护中心 事实上都还是在北美的 威斯康森这一块 来做一个品牌管理 那事实上来说 在当时96年选在美国威斯康森的时候 是因为在当时我想在 以所有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市场反应上来看是 台湾的技术这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制造业本身 它的一个制造功力 跟这些所谓的专利 我们的技术性很强 但相对来说我们会做东西 但我们却不会卖东西 所以在96年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遇到的 这个最大的瓶颈 那后来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会进入品牌 是因为当时有一个 叫做Stack的一个公司 那它透过乔山来 做了一个代工 那它因为营运不当 所以它接下来 事实上来说 我们就有在思考 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并购的一个动作 因为事实上来说 这个品牌当时在美国来讲 它其实还是一个 很有一个生育 一个品牌价值的 那相对来说 它因为财务经营不善的状况之下 那当时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创办人跟CEO 其实就去跟他们谈了就是 如果你们今天 不把这个东西卖给乔山 你所有现在卖出去的东西 专利都在我们身上 那所以当时我们是因为 本身就有一个 制造业的这个实力 所以让我们用一个 用一个最快的方式 我们很快的 用并购的方式 跳入了这个品牌的过程 那当然从96年开始 我们有了这个品牌之后 从98年到2003年 我们又各自创立了 另外的两个 所谓的轻商用 或者是高端家用 甚至到了 所谓的轻家用 就是更接近消费者的这一些 连续这些品牌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又经历到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在商用开始斩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开始思考 是说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 当然因为跟今天的这个主题 叫做消费者品牌 其实我们对这个定义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是说 因为以往 在大家在看到健身器材的时候 只会在健身房 那事实上2003年 我们开始决定要自己 开通路的一个原因是说 我们当然希望除了在商用之外 能够在家用的部分 那在这个大健康的这个意识概念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这个消费者 能够意识到运动跟健康这件事的关联 所以从2003年开始 我们开了这个第一间的直营店 那一直到现在来说 我们也把所谓的一个通路 当成乔山的一个品牌 来作为一个经营 所以其实到现在 我们目前为止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 就是运动器材的一个连锁通路商 那截至到大概上个月为止 我们全球大概是有 加上并购的话 总共是有310家了 那当然在整个亚洲上来讲 我们大概有207家的一个经营实力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在做任何的一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从12年 我们从03年开始 做一个零售品牌之后 12年开始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从消费者导向的一个 品牌的一个 我们叫做所谓的一个 品牌成熟阶段之后 事实上我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多 包括传统广告的投资 那甚至在数位包括 那包括其中泰国 或者是中国 或者在台湾 那我想这个细节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跟 后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最主要就是说 对于在整个品牌 传播的过程来讲 我想在乔山 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必须掌握一个 就是顺应实施 做出适合 并且适用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些 品牌维护的一些方式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阶段 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好 感谢 我们先请几家在台上的厂商 我们先请他们 从他们企业的角度 先做一轮的分析 还有一些报告 给各位先做个参考 我们中间后面会有一个交错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华广生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副总 中协讯中副总 来跟各位说说 他们在发展品牌的过程中 所面对的问题 特别是当他开始要往全世界去走行销的时候 他一定有不同的市场的考量 但是又有他们基本的核心的一些讯息要传递 那中间的这个品牌策略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请他也来跟各位做一个简短的报告 来 有请 主持人周处长 各位现场来宾大家好 我是华广生计的执行副总 中协讯 我叫威力 那华广生计呢 基本上我们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 我想今天在座有机会来这边 做品牌分享非常荣幸 那我们公司呢 是在2003年成立 主要的这个产品呢 是这个血糖椅 血糖的这个测试的一个设备 那但是这个设备呢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超过将近40年的一个历史 也就是说 当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 这个产品其实 在这个全球的市场上 已经将近超过25年 至30年左右 所以它不算是一个很新创的产品 那当时呢 会成立公司 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基本上有非常多的因缘机会 但是当下呢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思考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呢 就是你如何进入市场 而不被消灭甚至可以生存 那最重要的点呢 就是整个专利的一个布局 所以我们从专利上去切入了 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技术 那成立了华广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为了跳脱 这个以往已经 在市场上的这个产品 的专利的布局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 全新的一个试骗平台 那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专利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虽然只是一个产品 叫雪塘仪 但结果在这样一个产品背后呢 我们有超过130个专利 在布局 只有一个产品 那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深厚的专利呢 然后再加上一个品质呢 我们这个公司呢 有非常多的部门在支持这一块 所以呢刚开始公司 推向市场的时候 我们是03年成立公司 然后06年呢 正式进入这样的市场 那进入市场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 我想台湾的这个厂商呢 尤其新创产业 为了生存下来 通常都会以代工的方式 来做接单 那当我们公司一开始 也是希望用代工 因为这样子可以马上收到订单 那事实上是一个 因缘机会的巧合 我们到国际市场上去曝光 然后去做了 这个产品的展售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产品非常特殊 所以呢 就引进了很多的客户 立即跟我们做接洽 那接洽的过程当中 这个品牌 就是我们公司 Rite Test这样的品牌呢 就快速的 在欧美国家发展出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做得最好的国家 是在欧洲 那第一个出货的国家 是在法国 那甚至德国呢 也是我们的市占率也还不错 甚至有一家 这个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医院呢 它全院呢 一开始都用我们的产品 那这个在于 对于我们这种新创公司在初期呢 是非常兴奋的 所以快速的我们在欧美就能够 用我们这样的品牌 然后去推广 那过了几年 我们慢慢发现一些状况 其实欧美推得还不错 然后甚至在中国大陆 我们也推得还不错 主要就是品质为 为最重要的基础 与专利为最重要的基础 那这样的专利跟这样的品牌 推出去的时候 在欧美国家还不错 那在大陆国家 大陆地区也推动得很好 尤其是在医院方面 因为准确度非常重要 测血糖呢 精准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样的概念 很多人是不知道 那我们用这样的品质呢 推到医院市场的时候 基本上得到非常多的回馈跟正向 所以在初期呢 我们公司06年代 公司上市在10年左右上市 那上市之间呢 都是靠欧美的一个市场的注意 那因为很特别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这个品牌呢 就这样推出去了 但是呢 接下来面临到的就是成长 活下来之后 接下来要成长 那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汗颜的事情 在国外呢 甚至有些国家 市占率将近70% 你可以到街上去都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公司的产品 尤其在药妆店 但是回到国内呢 就完全不一样 找不到我们公司的产品 所以品牌的曝光度是很弱的 所以在这个经济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我们也藉由这样的机会 赶快来发展国内的曝光度 所以这一两年呢 我们把台湾的 虽然台湾的市场号称不大 但是我们很专注 也很热爱这一块土地 我们希望我们的好的产品 也可以让国人来好好的去使用 我们不一定要迷信国外品牌 因为我们走得到国外 也跟很多的国外的品牌 去PK 去厮杀 基本上我们不会逊色 甚至效果都比他们还好 就准确度都 不会输给他们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国内的曝光度 我们希望去提升 所以这两年 我们慢慢的去 除了品牌的辅导以外呢 我们也利用广告代言的方式 慢慢的把华广生技的品牌 在台湾这边慢慢做曝光 所以今年度我们就找了 谢律师来帮忙做一个代言 让消费者慢慢可以了解 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 先藉由一个曝光 再深入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内容 那以上的简单的分享 希望可以跟多大家做一些互动 谢谢 谢谢 谢谢华广生技的执行副总 钟协训 钟副总跟我们做的分析 尤其最后那一段非常感人了 在国外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回到台湾来 他们还是希望能回到台湾来 因为让各位 让台湾人自己相亲知道 这是一个国际的品牌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任何一个人 或者任何一个企业 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态吧 那接下来这个 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 美食大人85度C 那么我们在现场的是 大陆区执行副总经理 邱志宏 邱副总 他们其实发展的也非常的快速 拓展的业务也非常的快速 那特别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 所以他们现在在发展 所谓的二代店的改造计划 从媒体上的报道来看的话 这个计划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回应 我们现在就请邱副总 一样从品牌到海外的发展 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好 谢谢 工业局台经验 主持人 各位企业界的先进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我是85度C 邱副总 那美食达人 八速度C 这个品牌 是一个品牌的故事 是指 热的咖啡 在设施 八速度C 的时候 喝起来最好喝的意思 最香醇 最荣誉的 这个 那85度C 主要的产品有三种 一个是 咖啡茶果汁饮料 一个是蛋糕 一个是面包 大概面包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蛋糕百分之三十 咖啡茶饮料大概百分之二十 那目前在全球到今天为止大概有八百三十六家的门店 那从台湾出发 台湾现在有三百一十八 三百一十八家的门店 有百分之八十八左右是加盟店 有三十家左右是这个直音店 总共台湾有三百一十八家 那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是 总共是四百九十家左右 美国有十七家 从旧新山到 那个圣地牙哥 大概有 总共有十七家 澳洲三家 香港八家 那中国大陆四百九十家 跟美国跟澳洲跟香港 都是指引 全部都是指引 那在 2010年 也是股票上市 那目前 全球有十六座的工厂 十六座的工厂 中国大陆 有十一座 去年的营收总 合并营收是 一百七十九亿台币 不算大 是算中小型的企业 那在餐饮业 是跟王品差不多 那是 王品大概一百六十几亿 那八十都西 很荣幸在 2010年 到2014年 都荣获 是 工业局 还有经济部 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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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所 这个评估 评鉴的这个品牌 建价 台湾百大国际品牌里面 大概在 第十位到 第十二位 从 2010年到2014年 那是 唯一上榜的 这个餐饮服务业 唯一上榜的餐饮服务业 那公司是創辦人是吳政協先生 吳政協先生早期就是因為從事這個餐飲服務業 所以就很希望說做出這個平價奢華的產品 平價奢華產品就是五星級的品質 然後平民化的消費這樣的產品 能夠提供給消費者 尤其是我們東方人、中國人、台灣人都一樣 都是很節省的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常常享受到這種便宜又好吃的 這種叫做甜蜜幸福的滋味 這個就是平價奢華的品牌的定位 那我們的品牌願景 當然就是希望大家過著甜蜜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們目前公司員工有兩萬多人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當然有三分之二是建教合作生 那我們的核心技術就是在師傅們 台灣的餐飲師傅們很努力的工作 很認真的一群我們台灣的師傅 那我們台灣的師傅 那我們台灣的師傅 尤其到美國之後 薪水變六倍 增加了六倍 我們的師傅說 以前在凱月飯店、金月飯店是被三個牢外管 現在到美國去 他管三百個牢外 所以這個我們 在去年2014年的7月7號 我們有一位師傅 還獲得了全球在挪威比賽的 這個全球的甜點冠軍賽的這個冠軍 我們陳麗澤師傅 是當天7月7號的頭條新聞都有出現 那我們一路走來 從台灣走出去到美國到中國大陸 那目前 中國大陸的營收大概佔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佔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這個是大概八十度七整個的情形 那到海外去 最困難的就是 從台灣走出去 無論在台灣在海外 我們面臨的這個 最困難需要突破的就是 一開始 我們是 董事長是白手起家 所以 預算 非常的不多 所以 純粹就是靠師傅們 做出好吃 非常好的 產品 來讓消費者 獲得消費者的肯定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 經費預算是不多的 對品牌的推廣方面是不多的 那在海外 我們整個市場的發展 整個都是靠口別行銷 從台灣一路都是口別行銷 在海外 在海外 最需要克服的就是文化的習慣 異地文化的差異 消費者不同的消費行為 這是需要克服的 比如說可能在美國加州 他們很多都是吃墨西哥的玉米餅 在中國大陸 我們也碰到很多穆斯林的朋友 是不吃這個豬肉 肉鬆麵包等等 所以這一種 異地的文化 必須要首先去克服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 像中國大陸最近的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非常 越來越遠苛 那包括在台灣發生 2014年9月初發生的 這個黑心油的事情 都會直接影響到 中國大陸跟美國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所必須突破的 這個品牌建立過程當中 怎麼樣獲得消費者的信任 雖然我們跟官方 跟這個媒體朋友 還有跟消費者 建立很好的負信 但是首先 我們怎麼樣 把自己的食安做好 這個是最重要 那有關於我們運用 品牌力最佳工具的電商 或是新的媒體 容我等一下再做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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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美食達人 巴蜀對西 邱智宏 邱副總給各位做了分析 他剛才在中間談話 裡面有一句話 很有意思 他說他們因為 成本管控的關係 所以沒有那麼多錢 在做推廣 那接下來我想 這三位貴賓 從他們品牌發展的過程裡面 大概多少少都會觸及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第一個 推廣是不要花很多錢 品牌的經營上面做廣告啊 要不要花很多的錢 第二個就是說 在數位化的年代裡面 那麼該怎麼去運用數位化的媒介 那怎麼去運用 那是可以花比較少的錢 達到最大的效果嗎 我們接下來就請 推廣的大眾化區的總監 行銷總監 藍總監 來跟各位做一點分析跟回應 我們先請總監 好嗎 好 謝謝 其實真的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在這邊 跟這麼多台灣的領導品牌的 高階主管這邊前輩 跟這邊聽大家非常多的 成功的案例 成功的經驗 我覺得非常厲害 對 那其實我主要還是 因為推廣還是一個比較 國際化的一個網站 所以還是盡量把國外的一些案例 分享給在場的各位 那其實剛剛其實在主題演講也提到 其實現在這個健康產業非常重要 那其實在國外呢 現在大家可能有聽說過 Under Armour 是一個非常非常熱門的一個運動品牌 它甚至在最近的表現 超過愛迪達 超過Nike 那它是一個最熱門的運動品牌 而且它也不便宜 它很貴 那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會喜歡買這個新的牌子 為什麼會想要花更高的錢做 就是它的品牌行銷做得好 那回到我剛剛講的數位化呢 其實Under Armour它在創業初期呢 就會把併購跟很多一些健身的APP做合作 它併購了很多公司 為什麼 因為衣服沒有數據嘛 還沒有到那個時代 衣服會告訴你什麼數據 但是它藉由跟一些健身品牌 健身APP的結合 它從健身的APP裡面取到很多的資訊 那第一個它可以了解到說 剛剛也提到過說 其實美國人都是禮拜幾點去運動 然後他們的體重是多少 他們的體質率是多少 看能夠收到這些資訊 然後能夠幫助它的品牌說什麼事情呢 當我知道我的用戶其實穿我的衣服 結果可能跑了快了一分鐘 跑馬拉松快了一分鐘 你看我的衣服真的很涼爽 散熱我的鞋子彈性特別好等等的 你可以藉由這些大數據來進一步 用數據證明你的品牌價值在哪裡 那剛剛也提到過像健身器材 其實我們現在也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喜歡玩遊戲嘛 玩遊戲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要破關 要拿成就 要拿什麼獎勵 其實健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遊戲 我們叫遊戲化 遊戲化的方式 譬如說 我今天跑了三公里 但是我的朋友小明 他跑了五公里我輸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多跑他兩公里 就可以讓這些 把你的數據透過網路 上傳到各個平台上做分享 讓你的同材好友 更積極地去使用你的器材 或者說我們甚至在做B2B的行銷 我們也可以 如果有這些大數據分享的話 我們也知道說 原來台中的健身工坊 它的機器的使用率特別高 它是不是需要買更多的器材 如果你都有這些數據的話 你可以增進你行銷銷售的空間 至於我剛剛也提到說 血糖機 我知道其實台灣的開發能力 製造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強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專利 其實我剛剛也分享過 其實專利每個 專利都可以是個小故事 這個專利哪邊特別 哪裡很酷 可以跟很多人分享 你拿到專利了嘛 專利了嘛 所以不怕人家抄襲了 就是一個很好的 跟全世界說 你看我有這麼多專利 每個專利是多酷 哪裡這邊好特別 所以都可以在各種渠道 跟他們所有分享 然後我覺得台灣的品牌 其實剛剛在演講的時候 也提到過就是我們的數位存在感 是比較低的 就是說你可能在電視廣告啊 去實體店家 可以看到一些品牌的廣告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你現在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搜尋 譬如說我要買跑步機 然後你看看台灣的品牌 會在第幾名 可以可能看得出來 就是台灣平均起來 我們在整個數位的世界裡的存在感 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更增進我們的 在數位的存在感 然後我其實提到 大家應該都很理解 全世界價值最高的品牌 是蘋果電腦嘛 蘋果手機嘛 我們都可以開玩笑 你看那個蘋果那個LOGO 一個LOGO可能就台幣一萬塊了 它生產成本可能是一千塊兩千塊 它可以賣兩萬塊三萬塊 為什麼 因為它有品牌 對 然後 也想要分享是 譬如說在海外呢 我們其實 星巴克它的網路的行銷 一直都非常成功的 那我們應該都有印象 你可能去什麼 買珍珠奶茶啦 你可能說 哎呀今天怎麼 珍珠賣完了 但是你很少去星巴克 你會發現說 什麼東西賣完了 很少嘛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數據 都大數據化了 任何一杯飲料賣出去 他們都有一個大數據 知道說 今天哪一杯賣得特別好 甚至你可以做很簡單的動作 今天台灣寒流來了 寒流來了 熱飲會賣得多一點 那其實當你知道 大數據的模式之後 你就知道說 禮拜一 24度 天氣晴 下雨 哪些飲料會賣得特別好 蛋糕要多準備一點 你就可以提搭化你的利潤 都是可以靠 你的大數據來做的 剛剛也提到本地化 我自己以前住在荷蘭的時候 很有趣的經驗 我去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我到荷蘭發現 荷蘭的那個珍珠是彩色的 各種顏色 五顏六色珍珠在那邊 那歐洲人好喜歡 都是一些年輕的 刺青啊 一些少女 少男在那邊買珍珠奶茶 因為他們覺得 黑色的珍珠很噁心 不想喝黑色的東西吃進去 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的珍珠都是彩色的 所以說 本地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即使你有好的產品 但是 也要做到本地化 符合當地的需求 那剛剛 最後我提到就是 我們的行銷預算不夠 那其實最好的管道就是社交媒體 因為社交媒體 開一個粉絲團不要錢嘛 那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有一個 非常安全的食品衛生 你可以拍一個很漂亮的影片 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的廚房 是這樣這樣這樣處理的 其實非常乾淨非常安全 放到社交媒體上面去 有無限的免費的 病毒式的傳播的效力 好 感謝 感謝總監喔 我剛剛在三位來賓 還有我們的藍總監的回答過程中 我有注意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完全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今天這三位台灣的廠商 這個安排很巧耶 那我們先看85度C 你盡量吃盡量喝嘛 然後呢 你用這個華廣升級的 學糖衣控制 然後你可以用 喬山健康科技的運動器材 剛剛好耶 運動完之後 再回來吃啊喝啊對不對 所以呢 三個這個非常巧 我相信不是刻意的安排 但是我剛剛聽他們這樣 一直講下來 我首先是想到 我這個中年男人 我這三位代表的 都是我生活裡面 常常做的 喜歡吃 喜歡吃美食 但是我又愛運動 然後保持 我太太因為小我17歲 所以常常盯我的身體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 每隔一段時間 就瞭解他自己身體狀況怎樣 那這種瞭解狀況 都要用數字告訴他 做健康檢查的狀況怎麼樣 他好調整那個 我的保險的那個受益人的 所以我例如說 這是一個非常有欲趣的 那這邊有意思 所以呢 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 周處長 從他的專業 來給各位做一點報告 今天是只有 目前我們在這一場 是三個消費性產品的 廠商企業 但是他在過去三年來 其實超過100個輔導的專案 所以他一定知道 一定有一些趨勢性的東西 的變化 但是呢 最後面也一定有 在數位化年代裡面 就像剛才藍總監回應的 有沒有一些 用更省錢的方式 透過數位的方法 去達到更好的品牌的行銷 我們請周處長說幾句話 謝謝主持人 非常會主持 我們三位邀請到的企業 的確是我們品牌辦公室 非常用心地去找來的 那當然我們在座 有很多是 就是過去這三年也進來 這個品牌台灣計劃的 輔導或者是說 診斷的廠商 甚至是我們的顧問公司 那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 品牌台灣計劃呢 其中有 除了診斷跟輔導業者的 目前的品牌經營的情況之外 那我們也去做了很多的調查 我們去做了 survey 那不只是說調查國外的 去分析國外的品牌經營上面的 他們怎麼樣成功的例子之外 那我們也來看我們台灣的企業 在經營品牌上面 所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台灣企業在品牌經營上面 目前的主要的一些關鍵點 那基本上大概我們可以歸納成 有大概是六項 六點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發現 國內的企業大部分過去 很多的過去是以代工經驗起家 那代工的話大家就不太會 需要去找市場 因為這個業者會來找你 所以呢我們對於海外 就是國內的企業對於海外的市場 的這個拓展呢 通常會當你要經營品牌的時候 你就面臨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就是我們過去 比較擅長的是提供高品質 還有就是客製化的一些產品 可是呢對於這個品牌的共識 還有行銷的人才其實是缺乏的 那更甚至於是說 國際的海外市場找的這個 這個經銷商或者代理商等等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在國內企業在經營品牌 我們這三年來發現的第一個 還滿大的問題 碰到的瓶頸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三位業者 也多少提到就是消費者的需求 當你要在國內經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國內的這個消費者的喜好是什麼 可是當你要去拓展國際市場的時候 你對於終端消費者 尤其是國際市場的消費者的這個需求 我們的這個資訊還有認知度 是比較缺乏的 那第三個呢就是我們也看到就是 當我們要做這個品牌 國際市場的拓展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缺乏 相對應的品牌通路的布局的發展的策略 那這個品牌布局的這個通路呢 是我們過去因為都一直所忽略 所以比較是欠缺的 那也沒有進一步把 顧客或者通路的這個分群的這些資訊呢 去做一個收集整理 那第四個呢 我們也發現說 我們的企業在制裁保護的這個部分 有些企業是比較疏忽的 那過去呢就是因為做代工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當你要做品牌的時候呢 尤其我們是小品牌的時候 沒有人會在乎你 可是當你日漸茁壯變成大品牌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 就有其他的國際品牌 就開始找漏洞 在看說你是不是有這個專利 或者是說制裁的這個管理 是有有侵權的這個部分 所以在制裁布局的這個部分呢 制裁管理的這個部分呢 尤其像這個產品的設計 或者形象的logo 甚至公司的形象甚至廣告 那當你成為國際品牌的時候 或者你想要試圖去拓展國際品牌的時候 可能就有一些大品牌會來找你 就是會有侵權的問題 那時候再想到制裁保護 制裁管理可能就有 就有一點晚了 然後第五個呢 是我們也發現說 這個當我們要經營國際市場 去做國際品牌的時候呢 我們一些很多企業是缺乏 對於目標市場的專利佈局 以及潛在品牌競爭者的充分的了解 那這個跟剛才的制裁管理 是有一點類似的 那像我們華廣生技說 他們的專利有很多 那這些的話 你都要事前在針對這個寫糖基的這個市場 知道說我的專利是 它整個的佈局是怎麼樣 尤其是你的目標市場 所謂目標市場 有的是可能是東南亞市場 有的是歐美市場 有的是這個新興市場等等 那對於這個目標市場的這個技術的發展 還有這個研發的藍圖 沒有做一個比較適前的一個規劃 那通常我們過去 其實台灣很強的就是研發 很強的是品質怎麼樣做得更好 怎麼樣讓這個我們的產品能夠 我們說叫做修國大碗 可是如果我們自己做的時候是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變成一個大品牌的時候 就會有大廠商來去找這個專利的 你是不是對於這個市場的專利侵權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看到 我們國內的企業 常常在經營國際品牌的時候的一個 第五個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挑戰 然後第六個 這個也是我們最近 在做這個品牌台灣計畫的時候 發現一個很… 我們在看國際品牌 台灣的國際品牌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缺乏我們的品牌個性 那整個市場的這個辨識度低 所謂的這個品牌個性呢 我們想我們台灣最強的這個 我們一直以往都很… 很沾沾…不是沾沾自己 很自豪的是我們台灣的PC產業非常的強 從60年代到現在我們的PC產業都很強 可是當我們現在在看我們PC產業 在跟國際市場比的時候 我們最強的幾個品牌 那看起來你如果在國際市場看的時候 分辨不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缺乏台灣的企業 在經營品牌的時候 比較缺乏的就是它的品牌的個性 因為過去我們還是以代工企業 代工這個為起家 所以業者大部分還是會停留在B2B的這個思維的模式 那沒有這個就是講說怎麼樣把品質 產品做得更好 只有想到說怎麼樣把產品做得更好 可是沒有想到是說 它的這個品牌的… 我們自己品牌的個性是什麼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國內的企業在做品牌的時候 所看到的六個主要的問題 這是我們國內的… 我們自己做的研究 還有就是進來… 這三年來這一百多個企業 進來做輔導的企業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也很快的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我們這三年來 診斷的案子還滿多的 那輔導的案子 大概有一百多項 那這一百多項的輔導案子裡面 大概有六成就是六比四 六成是工業品牌 然後四成是消費品牌 那我覺得這個現象也很有趣 就是我想可能也是因為台灣過去 在代工的角色比較重 所以我們的研發製造都非常的強 所以我們的製造業的品牌 相對來講進入… 就是比例也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同樣的我們看到製造業 因為下一場是製造業的… 所以… 就工業品牌了 那這一場呢是消費品牌 所以我們在這一百多個 就是百分之四十… 大概四十幾家的消費性的品牌 進來品牌台灣計畫 在輔導的過程當中呢 那我們也看到這四十幾家的品牌呢 大部分的… 主要進來這個體系裡面呢 主要的需求大概是什麼 大概就是… 一個就是品牌的定位 這個組織的管理 那還有就是… 我們發現說… 進來這個體系裡面的消費性品牌呢 其實我們台灣的消費性品牌 這個… 品牌的年齡還滿大的 也就是品牌老化的問題 那其實所謂老化 你還是可以重新再去做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翻轉品牌 那我們有一些品牌的企業 在這個輔導體系裡面呢 有些是超過六十年的 那還有一家是明年是八十年的 那經過這兩年來的 輔導的這個… 這個結果 我們也覺得說 他們這個企業 尤其是企業的第二代或第三代 尤其很多消費性品牌 我們是家族企業起身的 那第二代、第三代 對於品牌的經營是非常有理念的 那… 那也很好 第一代、第二代 放手讓第三代、第四代去經營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看到 我們有這麼多的消費性品牌 他有這些問題 然後也願意進來這個品牌台灣計畫 那經由管理顧問公司 我們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給他們一些協助 那這包括品牌的老化啦 品牌的重整等等 那這個品牌的重整裡面 也有很多是 它本來是從第一個 一個公司它有一個品牌開始 然後做得還不錯之後 就有兩個品牌、三個品牌、四個品牌 就很多的這個產品產生 然後等到很多產品 當它發現慢慢慢慢 因為這個企業的年齡是滿大的 所以它的產品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多 那當它的這個產品一多的時候 那就會有品牌重整 就是對於消費者來講 就搞不清楚它這個企業它的主要品牌是什麼 所以就會面臨這個品牌重整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這四十幾家的業者 在這個品牌計畫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的需求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業者 是當它在剛才我們業者 華廣是從國外打回台灣 那可是我們像85度C 是國內經營很好到國外 那我們看到很多企業是在國內 就是百年老店 經營得很好 那想要去做這個國際市場 拓展的時候呢 對於目標市場的需求 就消費者需求的部分呢 它不清楚 那只想 只認為說在台灣做得很好 那同樣的呢 是不是也可以複製到其他的市場 可是當你要去拓展市場的時候 就面臨到問題了 因為它有文化的問題 那還有這個語言的問題等等 那所以就會有消費者需求調查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我們看到的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因為很多的消費者的這個品牌 我覺得消費者品牌比這個工業品牌 在跟消費者溝通是比較容易 因為消費者看得到它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喬山健康 因為我每天要需要健康 我需要血糖機 我每天都要喝咖啡 這是比較容易看得到的 那因為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對於品牌的形象 品牌的設計 產品的設計 還有識別的系統 就會希望能夠經由這個計畫 也給他們一些協助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也看到的 就是這跟今天的主題很有關係的 就是新型態的行銷 因為我們過去在做行銷的時候 大家都只是說做廣告 那我覺得今天那個Bruce 做的那個還滿好的 就是說現在的行銷 不是只是你做DM 我們早期的行銷 你可能是做DM 或者是買電視廣告 那可是現在更多的就是 尤其是我們所謂的 offline to online 你還沒有online的時候 你可以在offline裡面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你在online的時候 你就可以藉由offline的一些訊息 可以去做一些相關的行銷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看到 這三年來我們中整 就是進來輔導 前面是六個問題 是我們做的調查 那這後面四個的 我看到的現象 是我們這四十幾個品牌 在我們的計畫裡面 他們需要管理顧問公司 給他們的協助 以上 好 謝謝周處長 處長把他協同計畫 主持人對整個全方位的資訊 他都大概做了一些整理了 東西還蠻多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請三位 願意哪一位先來回應一下 一方面也可以回應一下 剛才幾位 包括藍總監 包括周處長 還有另外兩位貴賓談的東西 我想我們不限定好嗎 就是說你剛剛這樣聽了以後 三位如果再繼續談到 你們的品牌再邁向下一個世紀的盛世去走的話 你們會覺得哪一個地方還需要一些自我突破 哪一個地方是需要一些國家社會來幫忙的 才能夠創造出一個品牌 我有時候都覺得 我們說一個國家的哪些東西的品牌的時候 它都不會是那家企業的事 到最後都是那個社會整體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要有那個感覺的話 那個感覺出來 那個品牌就出來了 哪一位願意先來回應一下 好 你先 來 邱智宏 邱副總 我先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先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兩個有關於 處長提到的品牌設計 品牌商標保護 智慧財產權這一方面 在剛剛今年我們是 9月27號中秋節 我們剛剛賣完 中國大陸地區賣完了 52萬核的中秋月餅 在去年是9月7號 去年的9月4號 台灣發生了這個 強冠黑心油的問題 9月5號 我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必須加強保護 尤其在大陸地區的這個品牌 尤其在大陸地區的這個品牌 所以我們召開了內部的會議 而且對官方發出我們的這個聲明 不只對食品藥品監督局 對媒體對消費者官網 我們都發出去 結果各位 在9月6號中午的上海東方衛視的頭條新聞 就是講台灣的黑心地溝油 然後整個大的螢幕上面講的就是 台灣企業涉及地溝油 200多家涉及 然後螢幕上面是用85度C的這個門面 當一個螢幕的頭條新聞 傷害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是在事先 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對這個危機處理是非常快速 所以對公司來講影響還是很大 但是已經盡量把它降低到最少的影響 另外一件事情是2006年 大陸的旅遊團 有一位內蒙古的姓顧德先生 到台灣來 85度C的門面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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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在長村 吉林省的長村 就開了85度C 麵包店咖啡店 總共開了6家 然後也開始招加盟 這是2006年就開了 那因為2007年台灣的85度C 真正的品牌擁有者 雖然4000已經有到中國大陸註冊 但是因為是2007年才到中國大陸開店 所以這個一開店的時候 對方就開始來異議這個品牌 聯繫我們有二三十個品牌 全部都被他異議 這個事情經過工商總局 智慧財產局的不斷的 我們律師不斷的爭取 不斷的打官司 我們終於在2004年獲得所有的品牌 這個專利下來 那另外呢 我們就透過這個品牌下來之後 我們透過當地吉林省的台辦工商局 我們開始對這一家開始來取締 所以在去年 工商局罰了他三萬塊人民幣 可是三萬塊人民幣對他是不痛不癢 那今年又起訴他 終於罰了要罰他這個八萬 而且勒令他所有的品牌要下架 所以到上個月為止 他所有的品牌終於全部下架 這個是一個品牌智慧財產權的寶物 那更重要的是長春 就是吉林省長春終極人民法院 把八叔杜西跨海在中國大陸打官司的這個情形 拍成電視紀錄片 很忠實客觀的來報導這個事情 然後在上個禮拜 把這一份的電視影片 當作一個電視的報導給我們 是由法院來拍攝的 我們將來想透過在台灣的電視 可以來播放這一段品牌保護的故事 這是兩個小故事跟各位分享 那八叔杜西呢 因為在大陸 尤其我為什麼一直提大陸 就是大陸佔70%的營業額 那大陸呢 很多新的媒體是被封閉的 包括Facebook包括LINE都被封閉的 中國大陸用的是微信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11月11號 支付寶為了需要普羅大眾的支付工具 用它支付寶的支付工具 所以只要你到八叔杜西的門店來消費 滿四十塊錢 它就補貼消費者二十塊 二十塊錢就補貼你十塊 十塊就補貼你五塊 所以八叔杜西跟支付寶這樣連鎖 在當天全中國大陸 四百多家門店的所有貨架上的東西 包括放在地上的礦泉水 全部被一掃而空 冬天12月很冷 可是晚上11點12點還是很多人排隊 一天之內把所有的貨都掃光 這將近台幣1億元的進帳 所以這個跟新的媒體工具來應用 是非常重要 在過去報紙跟電視很貴 而且都已經是示威了 所以在中間段 我們也用過手機報 用過地鐵報等等 來做中秋節的促銷 從去年開始 我們開始用支付寶 或是微信的支付 開始來用 尤其是今年我們大力來推廣 在十天內我們招收了 一百二十萬人的會員 我們在華東地區特別聚焦 中國的華東地區特別聚焦 我們生意最好的三個門店 都是在江蘇省 我們蘇州長俗的海衣店 一天可以做最多的時候 一個月可以做到兩百多萬人民幣一個店 那在美國的舊金山的店 我們一天也可以做到四萬美金的生意 這個是台灣巴蘇都西的十倍 也是星巴克的七倍 所以我們雖然說是中小企業 但是我們一定是努力 努力發揮我們台灣人勤勞 勤奮的精神 我們希望用我們核心的競爭力 師傅的這種技術 把麵包、把蛋糕、把飲料這些做好 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在西雅圖 也可以轟轟光光的開一家店 好 謝謝 好 先預祝 預祝你們在西雅圖開店順利 剛才邱副總這個談話 中間也有很多的心酸 對不對 那種官司、侵權 說實在於你還不一定打得贏 對不對 你還不一定有把握打得贏別人 但是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 自己的智慧財產權、制裁 然後怎麼去拓展 怎麼去面對更強大的對手 我想這個故事應該二十分鐘 絕對談不完 兩小時幹嘛都談不完 好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看看 徐淑英、徐總監也談一下你的分享好嗎 好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順序下來 那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周處長在提到前面 他在這幾年輔導的一些總結 其實在周處長前面講到第一 就前面幾點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真的是感同身受 因為這當然也是為什麼 我們後來會參加就是 這個品牌小組的這個 品牌諮詢的這個過程 那因為剛剛處長提到就是說 不管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品牌踏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一直有一個信念是來自於說 我們希望今天台灣的這些品牌代表就是說 全球品牌運籌台灣 因為我們相信台灣有這樣的一個 軟硬實力的這個部分 那我剛剛被周處長的那個一句話的 他剛有提到 例如說我們在 例如說在品牌套入過程當中 不管是說在這個hybrid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經營 在文化的這些相對的一些衝突上 他提到一些像經銷商的這種狀況的時候 事實上反映的確實就是 我們現在在中國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忠誠度也好 或者是說其他的競品 或者一些新式的東西興起 那這當然前面也提到就是說 大家其實在講是 我們所有產業都有各自要面對的一個困境跟困難 我們自己面對到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所有我想在歐美的健身食材的這個需求 在全球版圖來講 歐美絕對還是占最大中 那我負責的剛好是在Asia這一塊來說 即便Asia從來就沒有所謂的 例如說東南亞聯盟這件事情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消費者反應型態 我們後來就歸納出兩個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就是說在歐美 你叫他不要動他會死 但你如果在亞洲你叫他動他會死 所以呢這是為什麼我們在 這是我們為什麼在2006年的時候 事實上來講喬山後來出現了第三個事業體 就是我們的按摩椅中心 因為即便我自己是做這個運動健身器材產業的人來講 我們都知道你要追求健康跟瘦身 它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 purpose 那其實亞洲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insight就會出現了 那就是說有一些亞洲的消費者 他認為他做按摩椅會瘦 因為他覺得我坐著不動 但是機器會幫我動 就是說我們自己在比較這個所有的這個 consumer insight 這些來講的話 因為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我們在進品牌或者是在新製 我們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說品牌形象的管理 甚至是品牌管理的這個架構組織 其實是我們在發展品牌過程當中 會遇到比較大的一個困境 那例如說在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自己在所謂的一個數位的這一塊的一些提升啊運用 那事實上可以從我們幾個方向可以看出我們自己 就是說喬山的現在對於未來期待在市場能夠改變 以及我們希望喬山能夠走到什麼樣的定位喔 那就是例如說在我們的商用機來講 我們基本上來說我們有個城市叫做viafit 那viafit這個東西事實上來講 是我們在做所謂的商用club 健身中心小區會所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紀錄過程 因為所有的一些消費者他進去之後 他只要輸入他的這個信息 用我們的這個機台 他會跟這個健身的這個 例如像是窩菌或者是生活工廠 他就會開始連線 那基本上來說在這個所有的輸出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他就已經累積了一個大數據的一個出現 那這個東西接下來我想在下一個世代 所謂在物聯網的這個這個趨勢開始來講 在消費者無意識的境況之下 他事實上就已經進入了數位的這個loop當中 那另外當然我們會再做的一些投資 例如說我們在跟Google開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全球account的一個 我們現在正在弄取一個 Global的一個campaign之外 那當然像我們自己也有做一些 Netpost的一些系統 那我們事實上來說 現在在歐洲在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在我們的所有的機台上頭 尤其是商用機在高規格的上面來說 我們事實上來講 在所有的機台裡都設置了一個警報訊息 如果當他發現這台機器 已經開始出現異狀的時候 他會在24小時之內 他事實上就會發出一個警線的通知 回到我們的這個當地的一個客服 那透過這樣的東西 因為對這些健身中心來講 每一台機器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因為他是24小時所有人都會去跑 所以是他的這個身材的工具 那相對的我們在推出這套系統來講 是大大解決了我們對於這個 造成所謂的我們的合作夥伴的一個困擾之外 同樣對於我們的客服來講 我們在所有的一個數位的一個提升上 也有一個很大實力 能夠去跟對手做出差異化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另外提到就是說 在新媒體的部分 我自己的看法會是覺得 在未來我們在面對消費者的時候 我們要重視另外一個 比新媒體更要謹慎的問題 叫做自媒體的時代 因為在自媒體的這個時代來講的話 任何一個訊息 個人就是一個媒體的狀況之下 任何發表的一些語言 事實上他都會代表的一個 是一個我想他就是一個雙面刃 他有可能會幫助你成功 但也有可能會幫助你 有加速你失敗的過程 所以事實上來講 在透過這些即時訊息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破碎化的一個場景之下 品牌我們自己在看待這一塊 應該是要以更宏觀的立場來看 那最後我想總結一個事情是說 當大家都在講 Online to Offline 在這個O2O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的觀察是因為產業的訊息 事實上來說 我們有一些部分確實是沒有辦法 全數被取代的狀況之下 我對他的定義會叫做 Online to Onside 我希望能夠讓所有的這些消費者 能夠到我們的門市 或者是所有跟健康相關的這一些 他才能夠有辦法去落實跟整合 那回頭來看這個東西就是說 所謂的自媒體 接下來就是說在看待這塊新媒體的時候 我認為體驗行銷應該會是 我們下一步要走的過程之外 總結一個我覺得創意 不管是對於我們自己在行銷 或品牌上的創意 甚至是我們公司 所有相關的這些產品的發展上 創意它終究會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堅守的路 因為只有創意才會為我們自己 帶來生意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徐淑雲總監 剛才談話裡面也有非常有趣的 我們通常都認為說 只有愛運動的人或想運動的人 才會是他的對象客戶群對不對 可是他剛剛舉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真有趣 換句話說 有一個不愛運動的人 也照樣可以做他的生意 只要你能夠想出一套機器 說可以告訴你說我幫你動 我幫你動 我幫你消止 這樣的話我想就合理了 我每次看到電視上 有些這種廣告的時候 我都很好奇 那現在終於想到 原來他的確有他非常潛在的客戶群 好 我們接下來 鍾協訓中埔執行副總 可不可以來分享一下 對 前面我想那個85度C 我們好好吃完了 那如果也沒有運動的話 那接下來就會由我來幫各位服務 大家知道全球的糖尿病人口 到截至今年為止 已經將近4億的人口 那有人預估呢 就是WHO預估呢 2025年會來到6億 會在成長的快20% 那另外一個數字告訴我們說 40歲左右的大概有 100個大概有8個人 會有得到糖尿病 那50歲呢 可能會來到100個人 可能會有到12個到13個 那到60歲的時候 可能100個就會有25個 也就是我們4個就有1個 那這個是一個不用去避諱的數字了 因為這是一種很長壽的一種現象 你的健康跟你的這個代謝 一定有非常相關性的 那當我們知道這個產業 是這樣一直在蓬勃發展的時候 尤其醫療產業的部分 那在一開始公司成立 2003年公司成立的時候 我想最重要的我們公司的一件事情 就是專利 我想周處長剛才一開始就點出來 我想專利非常重要 它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記得 2003年公司成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剛從學校畢業 那就 跟董事長一起創業 我們公司五個人開始 我們就開始創業 那創業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專利 那個時候想說雪糖儀應該是 雪糖儀很簡單 它就是一條反應方程式 然後想辦法把它做成四片 結果我們想應該是非常簡單的東西 去專利社區的時候 當時去社區出來就有一萬多篇 就一個產品 這樣的一個產品就有一萬多篇 我自己光是讀 我讀了兩百多篇讀不下去 因為太多了 包山包海 所以如何你要從這個 包山包海的專利網裡面去突破 那必須是 你必須要很長遠的一個打算 你如果沒有做一個很長遠的打算的話 你的專利的佈局 你沒有去想清楚 當你成功的時候 當你開始茁壯的時候 對別人就會來找你 所以我們當時的切入點就是這樣 那也是因為要避開這些專利 我們開發了很不一樣的雪糖測試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我們也拿到非常多專利 我剛剛講 林林總統加加超過130個 那為了做這樣的一個產品呢 然後呢 也花非常多的心力 那我們公司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事實上跟著這些專利一起出來的 我們公司 核心價值就是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可以讓人們安心使用的 醫療量測器材 那這個安心使用的後面的意義就在這邊 130個專利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安心去使用 甚至安心生產 甚至安心的去茁壯 那這些安心使用呢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也可以很明白的去講 當你量測不準確的時候 坦白講很難安心 但是各位你知道你量的血糖值 是否是準確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那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然後你又必須量 因為不量你的糖尿病 好像會越來越嚴重 這是一種趨勢 但實際上 深入了解之後 你才會真的發現 量血糖並不會改變你的血糖值 是透過運動 透過美食的節制 它才會改變你的血糖值 血糖值 血糖椅子是告訴你現在的指標 所以不是靠血糖 就可以把你的血糖降下來 所以有些老阿嬤 那個老先生老太太 來抱怨說 每天牛 糖尿病就是不好 對 它不是靠血糖來治療糖尿病的 是要靠運動 靠飲食 靠用藥 然後一步一步的達成這樣的效果 因為這樣的狀況 我們必須要跟客戶不斷的去溝通 去對話 所以坦白講 今天我們談到非常多 用社交媒體的模式 站在我們這個領域的客戶呢 大概有一半是不適用 因為他們年紀都很大 但是呢 我相信現在要趕快做 因為年輕的一群 40歲以下 現在大家都要用手機 那以後大家都有機會走到60歲 那大家都會是我們 可以對話溝通的一個平台客戶 那在這邊也很感謝 有機會來這邊做一些分享 謝謝 謝謝 差不多第一場的活動接近尾聲了 我們現在請藍委員藍總監 也再根據剛才三位的回應 還有剛剛周處長的整理 來稍微做一點 他的專業的一個 數位年代的一個行銷上的建議 我想這個結束之後呢 我們待會中間有一個休息時間 然後再回到第二場來 來 先請 好的 謝謝 我想今天我們的主題之一 也是講到數位時代怎麼樣翻轉品牌 那剛剛提到其實很多 傳統媒體的廣告很重要 還是要做 電視、雜誌、報紙、地鐵還是要做 但是其實更重要的是 數位的行銷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你可以追到所有的RI 你每花一分錢在網路上面 其實可以追到數據的 那大家可能都聽過 Google面試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可能有聽過一些 那其實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我的面試的公司副總 才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Alan 你可以告訴我現在這一刻 台北的星巴克裡有多少顧客 他可能先問我說 Alan的優點是什麼 你的缺點是什麼 然後突然問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 你要去有邏輯的思考嗎 台灣現在 在台北市有幾家星巴克不知道 可是你要去想 地鐵站有幾個 附近方面大概有幾間 然後現在是幾點 大概有幾個客人 這是一個邏輯思考 數位的推廣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很精確地去計算出 你每花一分錢 有一百個人看到你的廣告 然後有三個人可能會點擊 那可能有一個人可能會進購物車裡 所以你需要花多少錢買多少點擊 然後最後會有幾個人買你的產品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數位時代裡 品牌的行銷創意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在數位方面的行銷的 Roy的追蹤跟計算 是讓你的品牌 推廣更有效率的方法 好感謝 在現場有人打卡嗎 有人打卡嗎 其實我們現場看起來 事實上這個做次 不過一兩百人之間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透過打卡 把這活動出去的話 那個效果其實是非常快速的 我想我剛剛最後這個也只是告訴大家 真的是無遠伏見了 在一個數位化年代裡面 好 那我們這場的活動 暫時到這裡要差不多接近告一個段落了 待會兒我們第二場 因為周處長還有藍總監都會在現場 所以他們還有機會 再重新再來整理他們的意見和表達 那各位也有機會再聆聽他們 那我們節目的最後有一個拍照 但是因為我們第二場的貴賓呢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一塊上來拍個大合照 好不好 他在記錄 是聘聞的 那幾個之間 他是在八月重新的活動 所以憑 Myers 那麼旅程 感谢观看